选前車掃拼聲量 柯文哲要跟支持者拉近距離 但兩岸與統一的距離 柯文哲這麼定義 至少我知道在十年內統一 不是桃園人可以 桃園人不習慣 過去最桃園被民進黨抹紅的 柯文哲畫風一轉 再度對侯康轟出抹紅炸彈 關鍵時刻和賴清德的絕招 一個樣 那國民黨的問題是什麼 他跟中國太友善 我都不好意思說 他幾乎被中國控制 幾乎被中國控制 柯文哲說藍軍被中國控制 網友大算你過去喊兩岸一家慶 難道也是被中國控制 半雙城論壇也是被中國控制嗎 還怒嗆他和民進黨一樣大搞抹紅 那投給你幹嘛 幫忙綠營分裂台灣 是想保送賴清德嗎 你就是寧可不要讓國民黨當選 你就是跟賴清德 你不是同路人 你跟民進黨沒有兩岸 你也是民進黨的同路人 你就是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 如今柯瀨沙瀉一氣 都打抹紅牌 侯友宜火大開槍 又來跟我抹紅 你們真的完全沒有資格 你如果去寫政策過 你這裡跟我說 不要打抹紅 跟你的意見不一樣 你就用抹紅的方式 而柯家心很大 柯文哲選總統 妹妹在新竹選立委 不只總統撒喀都 哥哥狂罵侯友宜 讓賴清德占便宜 柯美蘭在新竹分走藍軍選票 結果也超可能保送民進黨 柯文哲說要走蔡英文路線 柯家兄妹的表現 恐怕真的是對民進黨功勞很大 記者中神娘 李健雲 臺北報導